大九宝利通做了一个闷 闷见曾经的盟友西乡荣圣 把自己推向悬崖 站在山崖上的大九宝利通的灵魂 看到摔在悬崖下自己的尸体 是骨断肉飞 头盖骨破裂 里面的脑组织还微微弩动 日本的近代史始于1853年的黑船来袭 在近170年的近代史中 被暗杀的首相级人物多达九人 通过这九个人 我们可以了解到 日本是从一个分建社会 过渡到独裁军务主义社会 然后再一步步演变到 现在的民族主义社会 今天先讲第一个 近代史被暗杀的著名人物 锦衣执币 锦衣执币呢 他并不是首相 头衔是江户幕府的大佬 大佬是江户幕府的一个官职 按地位来说呢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首相 1840年的鸦片战争 清朝一败涂地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53年 美国舰队在佩里的算领下 把炮口对整了东京湾 当时呢是称为江户湾 日本也被迫开放港口 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当时的日本国内出现了两个政见不同的集团 改革朗仪派以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和薩摩藩主导金齐兵为代表 他们主张大力发展国内的军事力量 把敌人是挡在国门以外 妥协必战派以锦衣执币等一大批幕府元老为代表 他们主张不应该重蹈清朝的负责 在没有条件战胜欧美列强的前提下 应该是忍让必战才是上策 后来朗仪派的最大的台柱子幕府老宗阿不正宏状言并故 有人说他是被下毒暗杀的 导致必战派掌握了幕府的大权 锦衣执币担任了幕府大佬后 对朗仪派发起了血淋淋的镇压 朗仪派的高官纷纷落马 大批朗仪派思想家被捕死在狱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 终于激怒了一批朗仪派的致士 1860年3月24日上午8点 18名日本武士在锦衣执币登城的路上 袭击了他的轿子 锦衣执币当场被杀 人头被砍下 把人头都给混丢了 这个事件发生在江户城 殷田门的门外 所以史称殷田门外之辟 锦衣执币是日本近代史上 第一个被暗杀的国家元首级人物 或者说是国家最高内政长官 这个事件大大震慑了幕府的高官 使得大批官员成为墙头掌 动摇不定 幕府对各路大明的统治力凝聚力是急剧下降 最终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崛起 联手推翻了日本的分界王朝 历史上对锦衣执币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呢 锦衣执币绝不是一个坏人 日本明治维新这段历史里 国家级的政治家没有一个坏人 和中国不是一样 中国这个毛爷爷打了胜仗 奖委员长就变成了坏人 在大陆是一臭半年 中国打了败仗的永远是坏人 日本明治维新里面没有一个是坏人 锦衣执币为了避免和英美开战 可谓是偶心力学 后来的萨英战争下关战争 日本被英美打的是一败涂地 你能说这个锦衣执币战的思想是错误的吗 你朗一派喊了半天不但没有打败列强 反而就增加了一批进一步的不平的条约 那究竟是谁对谁错呢 这个关于明治维新的故事呢 以后打算专门做一个系列 这里就不多讲了 1868年至1869年 由长洲藩和萨摩藩主导的一场政变 发展到全国规模的内战 史称戊城战争 把统治了日本260年的德川幕府 赶下了历史舞台 之后 明治新政府的一批年轻的政治虾 在考察了西方社会后 终于在1871年 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体系 我们有仔细调查过 日本应该是亚洲最早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以天皇为国家元首 以宪法为国家的行为准则 不是天皇也不是过去的大将军 一个人说了就算 无论谁当政都要遵守宪法 这个游戏规则 宪法需要立法机关 也就是议会来制定 而成立议会需要一个过程 在成立议会前的这一个过渡时期 日本最高的行政长官 是由天皇任命的称为太政官 太政官呢 这是一个古老的官名 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相国 又过了两年 到了1873年 政府的机构开始独立分化 最高的国内行政机关称为内务省 除了外交和文化教育以外 其他的政务都归内务省管理 是一个一手遮天的权力机关 内务省的首席官员称为内务卿 实际上就等同于现在的日本首相 只是当时还没有实行普选制度 不是由国民选举次来阻隔的 所以内务卿他名称上还不叫首相 这个首相这个名称 什么地方来的呢 等会下面会说 1873年到1885年的13年内 共有六个人担任了九届内务卿 其中第一、第三、第五届 三次担任内务卿的叫做大九宝利通 此人是日本名字三杰之一 因为这个人和中国没有太多的瓜葛 所以中国的教育科书上 一般看不到大九宝的名字 1878年是大九宝利通 第三次担任内务卿的第五个年头 5月13日的晚上 大九宝利通感觉身体不适 他的好友钱岛密前来探望他 这个钱岛密被称为日本邮政之父 也是当时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僚 大九宝对钱岛密说 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年前在西南战争中战死西乡龙圣 把我推下了悬崖 人被推下去以后呢 我的灵魂还站在山崖上 看到悬崖下自己的尸体是惨不能堵 古断漏飞 头盖骨破裂 里面的脑组织含着微微的蠕洞 这个钱岛密说 大九宝你这是太累了 迷信的东西不要想的太多 你好好休息休息 明天还要参见天皇呢 就这样安慰了一番 钱岛密离开了大九宝的府宅 到了第二天 5月14日的上午8点 大九宝从他的府宅坐马车 进皇宫去参见明治天皇 当时还没有汽车 高级官僚都是坐马车的 8点30分 在途中遭到六个武士的袭击 凶手掀死 几刀砍断了马腿 导致马车无法前进 同行的副官被砍成重伤 大九宝身中十六刀 当场毙命 享年四十九岁 接到通报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是钱岛密 钱岛密事后描述 当时看到大九宝的尸体 是骨断肉飞 头盖骨 被刀砍开 脑组织含着微微如动 这个不是我讲恐怖故事 钱岛密的这个证词 其实在当时警察的这个记录上 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都是日本历史上真实的记录 案发后六个凶手投案自首 四年后全被判处死刑斩首 当时的日本史刑斩首 根据当时的口供 他们列举了大九宝的五条罪状 第一 不制定宪法 不开设国会 压制民权 第二 招令西改 靠裙带关系 私议委任政府官员 第三 修建不必要的大型工程 浪费国库储蓄 第四 排斥国内民主人士 引起内战 这个内战指的是这个 一年前的西南战争 第五 对外不修正 不平等条约 有损国威 这个明治维新啊 他的口号就是推翻德川幕府 修改德川幕府和欧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 上全路国的不平等条约 现在你推翻了这个德川幕府啊 但是你又不去修订不平等条约 和分建社会的这个江湖幕府一样 你还压制民权 这就是暗杀你的理由 大九宝利通的暗杀事件 是明治大革命时代的一个悲剧 明治大革命 打破了旧势力的分建主的既得利益 但新秩序在短期内 无法一夜沉舟 大九宝利通是时代的牺牲品 也是明治维新以来第一个被暗杀的 尤其是在任期中被暗杀的首相级人物 前两个 锦衣执笔和大九宝利通在名义上 还不算是日本真正的首相 下一个被暗杀的可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首相 他就是著名的伊藤伯文 中国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名称啊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也出现了这个人 就是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就是伊藤伯文 大九宝利通被暗杀 七年后1885年日本终于成立了国会 由国会组织内阁 内阁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内阁首席宰相 简称首相 首相这个名词啊 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名词是由日本人发明的 中国古代没有这个首相这个单词 而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呢 还要等四年才能出炉 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秩序 国会是立法机关 由民众选举产生立法机关的议员 然后才能制定法律 所以肯定是先成立国会 然后再制定宪法 伟大的共和国呢 程序有点不一样 共和国的人大代表啊 是由领袖直接点名指派的 所以只要对领导负责就可以了 因为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所以啊你刁民来闹事啊 就镇压一下 就全部问题解决 闲话少说 1885年 44岁的伊藤博文 就任日本第一代首相 他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 这个记录呢 直到现在2022年都还没有被打破 伊藤博文共担任四届首相 成立内阁前 他还担任过两届六卿 如果全都算上去的话 他是六届首相级 这个行政长官的当选者 当之无愧的日本政坛第一把交椅 话少到了1904年 日本开始吞并朝鲜 就像当年吞并琉球一样 日本把曾经是中国朝共国的国家 一个一个吞并为自己的领土 日本吞并或者说是灭掉韩国 共分四部 先后签订了四个条约 1904年第一次日韩条约 日本安插顾问在韩国的外交部和财政部 协助韩国管理政务 1905年第二次日韩协约 日本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 直接把你的外交权给剥夺了 韩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外交事务也就是说和别的国家签订条约 需要由日本来代替 1907年第三次日韩协约 日本人可以直接出任韩国的政府官员 这个就非常过分 一个国家的官员可以由日本人直接来担任 1910年这是最后条条约了 日韩合并条约 直接把你这个韩国这个国家的名称给去掉 朝鲜半岛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在这个逐步吞并韩国的过程中 1905至1909年 伊藤博文出任韩国总监 当时是第三次日韩条约已经签订 韩国已彻底灭亡只有一步之遥 伊藤博文在国内的首相的职务 当时已经卸任了 他的头衔是贵族院议会长 出任韩国总监的伊藤博文 他本人的政治主张 并不是吞并韩国 他认为韩国应该保留一定的独立性 但即使如此 在韩国人的眼里 伊藤博文就是日本派过来的侵略者 1909年10月26日的上午9点20分 伊藤博文被韩国独立运动的志士 鞍重根枪杀在哈尔滨车站 韩国人暗杀日本 地点却是在中国 这天伊藤博文去哈尔滨的目的 是和俄罗斯洽谈共同治理 满洲和朝鲜 哈尔滨是俄国东京铁路 和日本的南满铁路的交汇的重要车站 车站属于俄罗斯管辖 伊藤博文下了列车 车站里有大量的俄国人 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的仪仗队前来迎接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估计全都是托 中国人和朝鲜人都是傻逼 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你的领土上 来洽谈如何把你瓜分 你还要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 鞍重根使用的是一支七连发的左轮手枪 共打出了六枪 鞍重根并不认识谁是伊藤博文 前三枪分别打中了三个人 伊藤博文 伊藤身边的秘书和日本驻哈尔滨的总领事 打完三枪以后 他发现这三个人里伊藤博文的穿着最显贵 于是又向伊藤博文打了三枪 鞍重根枪法神奇啊 弹无许法 六枪全部打中 也就是说伊藤博文一个人中了四枪 胸部和腹部的致命处重弹 因肺部大出血 三十分钟后 确认死亡 享年68岁 鞍重根留下了最后一发子弹 想自杀 但是被周围的俄罗斯兵 按倒在地 五个月后 鞍重根被判处死刑 一九一零年三月被绞死于屡次刑场 鞍重根呢 在中国和韩国、朝鲜 都被评价为反抗殖民主义者的爱国英雄 而伊藤博文被暗杀后 韩国不但没有迎来独立 反而加速了彻底亡国 因为刚才讲了 伊藤博文他是不主张把韩国灭掉的 你现在把他给杀了 那他的反对派当然就站起来了 伊藤博文死后不到一年 日本便和韩国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 韩国从此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再次独立是要等日本二战战办 那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通过这个锦衣执币 大九宝利通伊藤博文 大致可以了解到日本从分建社会 转变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的道路是非常血腥的 很多政治家的生命 成了时代的殉葬品 下一期我们聊一聊 日本在追求民主、民权的道路上 遇刺的几个手下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